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今天會跟大家說一下我畫人像時的一些小技巧 剛剛看了Frozen 2,所以會用Anna來做我這個示範 首先就是起稿 起稿的話,我通常會用油性的木顏色去起稿 因為可以用回玉色,填了色之後就會沒那麼明顯 第二項必須要注意的是,因為畫人像時,比例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錯了少少比例的話,整個人像都會不像 所以我們就要好好注意不同的大小,距離 以至我們可以畫到比較精準的比例 另外一個可以給大家的小提示就是 你可以用垂直的角度去看著你的畫 即是說,如果你的畫是放在桌面 你可以站在那裡看下去 又或者你用畫架,托起你的畫紙 以至你的眼睛和畫是成垂直的 因為如果你的畫放在桌面,而你是坐在那裡看著的話 你的眼睛和畫就會形成一個斜角 這個斜角就會令到你畫的比例會不對 然後就到上色了 上色之前我們要先混合好幾種顏色 包括我會混合一種白色,皮膚的肉色和陰影的顏色等等 因為滑水彩和水粉彩都是比較快的 你需要把它混和的話,都必須用一個很快速的速度 所以預先混合是很有用的 一開始我就會把光和暗的位置分開出來 深色的地方就畫在陰影的部分 然後光的地方就畫在很淺色的部分 然後再把兩邊融在一起 這樣的話,如果光和暗的位置 其他都會比較容易畫得對的 記得眼睛其實不是純白色的 所以都可以預先去混合一種灰灰的白色 它在眼白上上一陣顏色 至於其他的皮膚的細節 例如鼻的陰影 或者眼眉那些 慢慢可以再加上去 畫人樣的部分是需要很小心處理 千萬不要心急和煩躁 之後就到畫頭髮的部分 畫頭髮的話 頭髮的線條是很重要的 而且光暗也是很重要的 頭髮的外面會被陽光照到 所以會比較淺色 而裡面的頭髮 即是頸下面的位置 其實會被陰影遮住 所以那些部分就會相對深色很多 所以光暗陰影都可以做明顯一點 但除了大範圍地畫這些顏色之外 你也要用一些仔細的筆去畫頭髮的紋理 因為如果頭髮的紋理沒有畫到的話 這些頭髮就不像頭髮了 所以無論是深色的部分還是淺色的部分 你都要逐步逐步加強一些髮絲的效果 因為這些部分都比較仔細 而且很強調那個線條 所以我們一定要確保底層是乾了 你才可以畫上面的東西 不論是頭髮 還是眼眉 還是其他不同的細節 都是要全部乾了才可以上色的 所以如果在未乾的時候 通常我就會畫下其他的位置 例如是衣服的部分 因為今天是主要想畫人像 並不是說衣著 那我就不會特地說很多關於畫衣服的細節 而且我都會把這件衣服去簡化 無論畫什麼都是 其實觀察是很重要的 你參考的那個圖片 或者你觀察過的一件物件 究竟哪些部分是暗的 哪些部分是深色的 你都可以把它抽離一點 這樣看 就會容易畫得像 如果不是很像的話 你可以檢視一下 是否因為你的 contrast不夠大 立體感不夠高 那你只要在深色的部分 畫回夠深 淺色的部分 加回一些高光 這樣就會整個立體感出來 那衣著的部分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立體的人 所以就算那個地方不是有強烈的光暗 其實你都可以做一些陰影 讓整個身體看起來是有立體的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畫人像很難 其實我本身都覺得畫人像是很難的 我自己以前畫的那些人像 簡直是不像人形 有時候真的很想撕難幅畫 但如果有心機慢慢畫的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畫到畫的 而且每一盒顏料 其實都會有它 混合到那些顏色的方法 那你和它熟一點的話 你就會容易點混合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熟能生巧是真的 有時候我都會畫些人像 去送給朋友做禮物的 通常他們收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自己都是很喜歡畫人像的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另外也可以follow我的IG 和我PM 那我就會個別回覆你們的問題 我都會post一些我自己畫的手像 或者我畫的畫和日褲 給大家download的 那如果你是對於手像 繪畫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follow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